千不论主是亲菩萨 基元第五世纪中期 大乘佛教出现了一对了不起的兄弟 哥哥是武者菩萨 弟弟是世亲菩萨 他们跟随父亲信奉婆罗门教 后来皈依佛教 在小乘部派出家 出家后 武者菩萨深入言学大乘佛教经论 吉利弘扬大乘佛法 小兄长十岁的世亲菩萨 则精通小乘教义 并有论主五百部 虽同于佛门出家 但是亲菩萨始终不信大乘 偏说哥哥已改信大乘佛教 可是我还是坚信 唯有小乘佛教 才是当年世尊的亲传 多年以后 年世已高的武者菩萨 对弟弟不信大乘感到很遗憾 哎 弟弟何时才有接触 大乘佛教的姻缘呢 他更担心弟弟可能会造论悔荒大乘 以此恶业永远沉沦恶道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让弟弟有机会了解大乘佛教 无主菩萨思前想后 考虑了很久 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就这么办法 有一天 他派遣一位使者到世亲菩萨那里 令兄病得很重 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请你赶快去见他最后一面 世亲菩萨听到哥哥病重的消息 日夜兼程赶去探望 在月夜之下 世亲一行人渐渐走进一座高塔 突然传来寇中祭声 啊 这是哥哥讲堂的钟声 无助讲堂 北边临重横河 讲堂内有一座百余尺的高塔 小僧奉命恭候世亲菩萨多事了 我哥哥 现在那里 无助菩萨交代 只请你们一人进去 各位在外吼住 我进去探视兄长 半夜时分 世亲来到无助菩萨室外 听到哥哥正在诵经 这么深妙的经典 我怎么从来没看过 进到室内 结果出乎意料 只见无助精神饱满的在吼住 哥哥好端端的 并没有生病啊 今天精神还不差 可是我已经老了 恐怖久人世了 哥哥 您刚才送的是那一部经典 华言精神的品 能否请哥哥讲解这部经 华言精有佛的大智慧 一时怕说不完 你先礼拔舍 也累了 先休息一速吧 第二天 二人在南塔之下散步 哥哥要我来相见 是为了什么事呢 弟弟 我们都是佛弟子 可是你只信小成 不信大成 这没有道理啊 哥哥 大成不是佛说的 何须信呢 我刚才讲 瑜伽师弟论 你先听听 好吗 哥哥 我很乐意 这一天 无助讲的是 瑜伽师弟论 世青越听越觉得 大成义里的透彻 微妙 世青天天出席 听无助讲解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晚上又请哥哥开始 世青是绝顶聪明的人 越听越发觉悟 哥哥 我想跟随在你坐下 叫你学习大成佛法 太好了 那有什么问题呢 世青出场大成法位 也很庆幸 能听到兄长的法音 大小成都是佛法 为师绝经事而作非 你们愿意随师留下来吗 师父 您是小成宗师 应该回去领导我们啊 是啊 师父不回去 那我们小成教团 要何去何从 佛法居属不离一个圆子 那边自由那边的姻缘 结果 世青的小成弟子 心怀不平地回去了 世青在武柱座下 便学大成教理 从此对大成教理无不同达 有几天 世青来到武柱面前忏悔 哥哥 我过去太固执 没有探究大成交易 毁谤大成 真是罪孽深重啊 我愿意割断舌头来赎我的罪 弟弟 即使你割掉一千个舌头 也不能消除毁谤大成之罪 那该如何 你用舌头毁谤大成 何不反过来用你的舌头宣扬大成呢 哥哥说的是 我一定竭尽心力 同传大成交易 从此 世青菩萨编广造诸论 尘世大成交易 诸如华言 灭盘 法华 般若 维摩 等大成经典 都有世青菩萨的论书 世青菩萨一生做了大成五百步论 加上小成五百步论 因此人称千步论主 当时的大成学者 都以他的著作为学习范本 世青菩萨因此成了 红传大成佛法的杰出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